這次拿一個 龍兔大展掛包 耶 好期待喔 我第一次吃這種牛肉的掛包 因為牛肉的掛包本來就算很稀少 因為我們有時候吃鹹豬肉 它確實比較少油膩一點點啦 過年人大口吃肉是開心的事情 而且那個肉搭上我們那個兔兔包 我跟你講那種滿足 就是過年的感覺 我們到了我們的營地 超漂亮 這裡的柳山有稍微開闊一點點了 這就是號稱六星級的森林系營地 今天我們提供的是特價9999的除夕年菜 完全沒有特價感 沒有啦 因為難得來到這邊 然後我們做一個圍路 接下來交給我跟阿姐好好的表現 來吧 阿姐 耶 食材都在這邊了 漂亮漂亮 好豐盛喔 但開始之前呢 我先講解一下我的小心機 我特別把秘方都寫出來 希望大家可以用 我這次用客家的那個手法 我醃了這個鹹牛肉跟鮭魚 這塊是一板 然後秘方都在這下面 好 別起來 所以我覺得它滿適合我們 種種的時候去攜帶的 好 今天我們就用這個鹹鮭魚 然後我用義式蔬菜湯底 我們做一個年年有餘 團團圓圓鍋 好 好不好 好 這個呢 我們就做一個 超霸氣客家 紅兔大展掛包 紅兔大展 好開心喔 幫我拿那一個 為什麼 超QQ的 今年是兔年嗎 你看我特別去找了這一個 兔兔掛包好不好 好 話不多說 馬上開始 我牛排切成兩公分後 可不可以 可以 照一般的牛排煎著要領就好了 好 可是我今天用的 是你們兩個會喜歡的 義式蔬菜湯的湯 好啊 加上我們今天早上去買了 客家的湯圓 糯米水餃 我覺得它很適合放在裡面 因為它澱粉底煮出來 就會有點像蔬菜濃湯 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祝叔 妳的肉肉我很喜歡 椰的感覺 漂亮的顏色 好 請幫我放 鮭魚拿過來 不是你用不帶皮的 皮是我去掉了 對 然後就這樣整個放過來 好了 來 煎烤盤跟 來 剛剛好 這個是我先炒香的一個番茄配食 就是番茄粉的部分 它裡面其實就只有 番茄糊跟洋蔥下去炒 這整鍋的鮮味就很夠了 對 因為鮭魚的味道會 一直不停的釋放出來 然後我們加個水 這樣子就可以了 我幫你切 然後你來煎 這個牛肉很香 超香的 快吃不了了 肉差不多了耶 來 試吃時間 來 好香喔 妳要幫忙切嗎 太好吃了 那個胡椒醬好厲害喔 而且我喜歡 好嫩喔 它肉絲 肉絲 多到 可以在我嘴巴裡 均成一碗湯 太誇張了啦 真的 而且很彈 很彈喔 一百是吧 睡到要學起來 然後最後呢 再放上我們的 那個鹹水餃 然後還有紅白湯圓 再放上個童鎬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有魚 有肉 有蔬菜 完美的過癮 讚 哇 完成啦 完成啦 我們的圍爐 各自拿一個 黃兔大展刈包 耶 喔 好期待喔 我第一次吃這種牛肉的刈包 嗯 因為牛肉刈包本來就算很稀少 因為我們有時候吃鹹豬肉 它確實比較少油膩一點點啦 那我當然我今天也用了一點pico 就是鹽製了洋蔥啊 跟蒜苗做一個簡單的搭配 我平常真的不太喜歡吃刈包 因為覺得很油 很膩 可是正常是我做的最好吃的刈包 對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超好吃 過年能大口吃肉是開心的事情 而且那個肉搭上我們那個兔兔包啊 我跟你講那種滿足喔 就是過年的感覺 太棒了 希望大家紅兔大展啊 當然 接著 年年有餘 團團圓圓對不對 來 我先幫大家盛 好 一定要先吃小湯圓 然後這個 鹹鮭魚 來 謝謝 鮭魚會融化 它吸飽的那個湯一樣 好好吃喔 好好吃對不對 蔬菜口味 很像在吃番茄 海鮮義大利免的味道 它有羅宋湯的感覺 嗯 對 湯圓呢 水餃 它的那個澱粉 會慢慢試出來 它這個湯有越來越濃郁 我覺得很 有那種滑順的感覺 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過個好年 要 過好年 而且我們也在戶外過好年